缝隙的联想 夜晚是一日的缝隙 让生活有梦 让微热跟坚定的星光 得以闪现 假期是一年的缝隙 让人生旅程不再只有目的地 让人们愿意停下脚步 去看看沿途的风景 在宁静的夜晚里 在幽缓的假期里 在中面这一个与下一个的缝隙里 我看见那些日常之中 珍贵但总是被我忽略的风景 陈蒂国文一一二学册 造就了十二名伊亚学子 非常谢谢陈蒂老师的帮助 拯救我的国文 让我国文从军标拿到顶标 陈蒂国文是通往台证法商的捷径 我抱着不服输的决心 上课笔记和作文课 全部复习再复习 最后让我从模考后标 进步到学测前标 房间是大间世界中的缝隙 让我在浮染红尘之中 能够找到不被污染的景地 无人熟视的塌方 是人与人之间的缝隙 让人们能够在人群中悠游 但仍旧能够隐身 在旅途之中 自在地享受天光云影 在自己的房间里 在陌生的空间里 我看见久违的刺激 风雨是旅程中的缝隙 让停摆的旅程 有了机会 可以听雨 打在屋檐的节奏 那是生命的实情话语 错着 是人生旅程中的缝隙 让我们可以在舞台的背后 在聚光灯照不见的 黑暗角落里 用自己的眼 望见自己 在狂风暴雨之中 我终有机会 寻找内心的瓶颈 在挫折之中 我不再追逐 他人的背影 以至于 赢了世界 最终输掉自己 书本 是无聊现实中的缝隙 让我们可以跳脱 起身 用别人的眼睛 翻开一页又一页 那世界背面 以及画画之外的风景 梦 是无情人生的缝隙 让我们看见自身的恐惧 以及那不敢说出的人身向往 缝隙 是生活之中 生命之中 最最窄着 但 阳阔的空间 让寂寞的黑暗 能够透进光 让智能的现实 有了风 因而 灵动 而 舒朗 在陈蒂国文 学高中写作 你学到了什么 有系统的课程与 具逻辑又具体的内容 陈蒂老师的课程 如此有名 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蒂老师会引导我们 循序渐进的思考 不用执着于华丽词早 作文更能切合主题 原来 写作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其实 博士想要短时间提升分数 不会很困难 只是需要用对方法 与大量练习 用理科的方式 学好作文 感性从B进步到A 我特别喜欢老师 以理性思维 分析国文作文 以记忆拼图来看待感性作文 非常有条理 且新颖 以前断考时 最多只拿到B 但作文分数 进步了许多 学测更是拿到21分 原来 作文也是可以 透过努力学习变好的 来到 嘿搞什么 我是陈蒂老师 带你搞定写作的 大小事 你知道作文这一科要考得好 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吗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要学会掌握考题的总项 以学测作文为例 学测作文这几年 最喜欢考的一题就是 私讯爆炸 老师 接下来来带大家看看 立志试题 我们来印证一下 第一题 106年的 学测试题 他考 资讯爆炸时代 人们的记忆力随之衰退 第三学测作文试题 要怎么写才可以又快又高分 你可以用109学测作文试题 敬业情怀来改写 你可以这样写 夜晚是一日的缝隙 让生活有梦 让微弱 但坚定的星光 可以闪现 假期 是一年的缝隙 让人生 不再持有目的地 让人们愿意停下脚步 去看看沿途的风景 在宁静的夜晚里 在幽幻的假期里 在中面 这一个 与下一个的缝隙里 我们终于有机会喘息 有机会 去看见那些被忽略 但珍贵的风景 跟着陈迪老师 让你将没有幻微的作文 幻微精神的写所有步骤 我是陈迪老师 让你用学理课方式 学好课文 我来说最大方式就是 我后来的 从第一次的模拟考 感性 感性大概 最烂有拿过的就是10分 到后来慢慢进步啊 然后到 就是最后学测是到18.5分 让你就是今年的那个 国写的感性的部分 它是拿19分嘛 对 知性 知性的部分是拿19分 那你是本来就是 国写对你来说 算是比较简单还是比较难的 国写原本对我非常困难 陈迪国文112学策 造就了12名医牙学子 非常谢谢陈迪老师的帮助 拯救我的国文 让我国文从军标拿到顶标 陈迪国文是通往台证法上的捷径 我抱着不服输的决心 上课笔记和作文课 全部复习再复习 最后 让我从模考后标 进步到学测前标 一条河有许多的鱼 但这条鱼却只有一条河 我就是这条鱼 这条梦想在河中历程上游 乘风破浪 最终却只能随波逐流 再服再唇的鱼 这条河有许多的鱼 十分拥挤 却拥挤得十分顾及 我从这里看见一条鱼 两条鱼 三条鱼 许多的鱼 从我身边游来游去 却从未在它们的眼中看到自己 有时我也想向它们 说出自己的鸣 然而却只听见 不 不 不 我从未想过 这条鱼竟热热地 让自己听不见自己 我哭泣 没想到泪水透明 河水透明 完美地融入世界 有时我也想问问 猪糟的鱼 你是否也在哭泣 然而最终 我却只听见自己的鸣 啵 啵 啵 它们是否也曾向我提问 我一分不惊 只剩下啵啵啵 热闹得很孤寂 啵啵啵 这是河流的单音 此刻我忽然意识到 无论我说些什么 最终都将被转移成 另一种声音 虽然发声 虽然听见 却毫无意义 虽然叩问 虽然质疑 然而就只是再次听见 疑惑与疑惑的回应 生命是一条又一条 各自在河里寂寞的鱼 于是 我不再急着 向其他的鱼 介绍自己 不再向其他的鱼 询问 它是否也在哭泣 一条河 有许多的鱼 但这条鱼 却只有 一个自己 我在河里悠悠 山旁的鱼 穿梭来去 虽然 啵啵啵 啵啵啵 那是一条 寂寞 不甘 的鱼 然而 在嘈杂 与喧嚣之中 我听见的 却是自己真正的名字 自己真正的心情 兴许 只我们不再 渴望被听见的时刻 才能听见 内在 真实的自我 不再渴望 被看见的时刻 才能用自己的眼睛 看见世界 宽阔的 转属于自己 这一次 看着眼前 湛蓝 宽阔的河流 我朝着 自己 向往的方向 游去 看过的风景 可以用画笔 留下颜色 听过的乐曲 可以借唱点 前骨传唱 唯独气味 无法强留 童年 即是如此 从指缝间 溜走的光影 擦肩 耳过的记忆 都随着 俗世 匆匆的步伐 向前迈进 一步 一步 离我远去 上课后 感性作文 进步近十分 上课之后 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感性作文 对我来说 最大的帮助是 稳定度吧 因为就是 我从以前 因为我毕竟 以前就是没有在follow 就是focus这一块 focus在裹写这一块 所以 以前就是一个 无同苍蝇式的写作 那就是想到什么 就是直接写 没有去完整的想过 整个 最后的 就是学者的感性文是几分 我有拿到就是18.5分 那一开始的时候 感性 大概 感性的题大概 最烂有拿过 就是10分啊 那可能平常 可能就是14分啊 13分啊这样子 好 大考时 作文要怎么临场发挥拿高分 那你在考场上就是有 有事前的这一个思想的一个结构 那对于你遇到看不懂的题目会 考场上的那种临场的那个心理状态 的问题 你觉得有帮助吗 我觉得很有帮助 在开始考的时候 就先把那些 那三个论点写下来 然后再去对照一下 那个文章 或是去分析下文章主旨 是不是有碰触到这些论点 那所以就是没有掌握的题材 你就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去做 对对对 在陈帝国文 学高中写作 你学到了什么 有系统的课程语 具逻辑又具体的内容 陈帝老师的课程 如此有名 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帝老师会引导我们 循序渐进的思考 不用执着于华丽辞早 作文更能切合主题 原来写作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其实国写想要短时间提升分数 不会很困难 只是需要用对方法 与大量练习 用理科的方式 学好作文 感性从B进步到A 我特别喜欢老师 以理性思维 分析国文作文 以记忆拼图来看待感性作文 非常有条理且新颖 以前段考时 最多只拿到B 但作文分数进步了许多 学测更是拿到21分 原来作文也是可以 透过努力学习变好的 如何考上一科的读书方法 多同学他的目标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考上 医学系这样 那你觉得医学系在的准备 就是如果要考上医学系 比较独特的读书方式 可以分享给学弟妹 我觉得要考医学系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就是全台湾分数最高的一个系 所以靠外人的B科的话 比较没有办法 我觉得重点还是说 学生自己有没有想要学习 很强烈的动机 比如说我就是有一个动机 所以我会为了这个目标 去自己努力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动机 那就算遇到困难 还是会想办法去突破 不会遇到困难就中途而废 它能力也很有完联 就是说当你有很强烈的动机的时候 你后面再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抗压心 作文在学校没进步 怎么办 王宗盈 台北在新中学 在学校写作时 学校老师给的建议 都是针对个别作文 给出写作方向 而在陈蒂老师的教导下 我终于找到 有系统的写作方式 侯佩宇 台北 中山女高 作文是我一直都不擅长的项目 写作文 我不是脑袋一片空白 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笔 老师用架构图的方式 去拆解题目 并且提供多元素材 可以灵活运用 黄延宁 台北在新中学 陈蒂国文的教法 是完全不同于学校的方式 标榜以理科的方式教导作文 我也拿到两个A的好成绩 并且大幅提升国文总分 作文从小就不好 高中可以进步吗 梁法语 台北光人中学 偶然看到陈蒂老师的影片后 才知道国写其实是很有逻辑性 也很好拿高分的一个科目 红启佑 彰化彰化高中 准备学测时 因为作文每每拿不超过30分 本以为会像一般补习一般甜爱教学 但是我错了 老师的教学方法重在理解 而非十倍 陈可云 台北北一女 从高一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作文能力不佳 想靠自己努力进步 直到高二下 发现进步幅度太小 国写分数本停滞不前 最终学测得到满级分 欢迎来到 嘿 搞什么 我是陈老师 带你搞定写作的大小事 教学这么多年 超超同学问老师 老师 我又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 究竟要怎么写出自己的故事 其实你所缺乏的不是故事 而是选材能力 选材能力 就像是影片里面的剪接 为你选择生命的经典时刻 比如说 我们写青春 最终的学测得到满级分 你的感性作文也常常写不出来吗 上集 那你觉得感性作文的难度 你如果从自己的掌握 然后或者结构的图牌 或者是素材的简选 或者是文字的包装 或者是文字的处置方式 你觉得你会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是想故事 因为我在写作的处题 就还没有上作文课的时候 我写的速度非常慢 那别人可能在想文采 在想修词的时候 我却在想故事 所以我速度第一个就会非常慢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不会有什么优美的剧型去拉高分 所以就是说有些人的问题可能就是 他主导那些棉家剧 那棉家剧 然后而且你一开始搜寻那些就是 换本的时候 就是带好东西换文的时候 然后你再搜寻漂亮的剧 对不对 那可是漂亮的剧 他比较像是你在看别人 怎么去包装 你是不是觉得知性作文很难写 知性的作文的部分 你觉得对于一般高中生来说 他的难度大概会是在哪里 我觉得大概有两个比较主要难度 第一个就是说高中生他其实接触的 可能公众议题啊 或者说就是一些议题他没有这么多 所以变成说他他在议题的广度就没有那么足够 可是学生他比较会考的就是这种 有点偏公众议题啊 比如说AI啊 比如说一些科技伦理 或者说一些社会上面的趋势这样子 那比如说像乐林之旅 他是考社会问题 考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那你觉得就是你实际上课之后你觉得 对 所以按照这个步骤是 是比较可以循序渐进的去掌握得到 然后跟熟练的 所以你越来越到后面有感觉到 就是你自己的违禁度的比较吗 有我觉得主要是 在写作的一开始就有方向 会比较知道从哪里去想 从哪些论点哪些故事可以去发想 那再来就是素材增加 不是只是可能网路上很零星的素材 或是博文课本上的素材的名言照搬下来 而是可以把这些素材化用 或是把好几个文本素材连接在一起 变成一个还不错的排币剧情 那对它跟去收集名言家具本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比较有系统析 比较有系统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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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作文到底在考什么 它也比较变化的程度也稍微比较低一点 那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在可能就是补习之后啊 那就是议题的掌握 因为其实议题就是 他考的议题有些其实是高中生一般 较少去涉略的一些议题 所以那就是来补习早 你是不是常常拿到作文考鉴的时候 脑中一片空白呢 是不是常常花了十分钟身体 其实是花了十分钟发呆呢 作文的第一段究竟该写些什么呢 别烦恼 今天陈丁老师要教你 作文的第一段究竟要怎么开头 你将写作的大魔王一一击破 准备好了吗 那老师要教你华丽版的范论 那华丽版的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这样写 毛笔是王熙之玩具 用一笔一画舞动生命 让灵魂在一扬顿挫 横竖撇纳之中 酣畅淋漓 摄影是我的玩具 有一张一张的照片 从千年万年中 塞出一瞬 让无情的日常 也闪烁着不凡的光影 刀妆作文练习过后 会进步很多吗 那你觉得就是 你实际上看之后 你觉得它是有一个 很可以掌握的准备方式吗 嗯 对 你越到后面有感觉到 就是你自己有定度的感觉吗 有我觉得主要是在写作的一开始就有方向 会比较知道从哪里去想 从哪些论点哪些故事可以去发想 那再来就是素材增加 不是只是可能网路上很灵性的素材 或是博文课本上的素材的名言照搬下来 而是可以把这些素材化用 或是把好几个文本的素材连接在一起 变成一个还不错的排比剧情 那所以它跟收集 去收集名言家剧本还是不一样吗 我觉得比较有系统 比较有系统 在台北捷运会被让座 点名市场所提出来的询问 在此听完瞬间听报了废楚不爱座的讨论 正方跟反方各持有不同的观点 那是以下的哪一种呢 A选项正方观点 不爱座的颜色可以提醒国民 试试观察别人的需求 以及批养力让的美德 A选项反方观点 不爱座显示的反而是国民的素杨不足 连礼让都需要别人提醒 只要有心 其实每个字位都可以是不爱座 C选项正方观点 不爱座可以使游戏球 又不好意思开口的人 可以比较自然的获得社会的帮助 以及善意 中选项反方观点 不爱座是让座的美德 成为被迫让座的道德勒索 使正正游戏球 外表看不出来的人 反而不敢做 你觉得不爱座应该废除吗 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我是崔崔老师 订阅我 带你关心实施议题